您现在收看的是 TTV台湾电视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王子的约会 让我们再一起办 好了 要跟我们分享什么事 哈宁哥 你可知道有一件事很特别吗 现在很流行 帅哥没人爱 这是你近期以来最爆炸的资讯 帅哥应该圆圆爱啊 为什么 帅哥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就是因为他很帅 但很有自信 高不可攀 对 导致女孩的不敢靠近 还有帅哥因为他帅所以他吃得开 所以感觉就是个玩咖 没有安全感 所以女人又不敢靠近 还有帅哥 他既然是帅哥 就感觉他一定明朝有主 所以不敢爱 可是我觉得 这跟我们常常讲的一件事情一样 就是都是成见 是吗 就是很多都是女生他自己设定的 重点是什么 不要以貌取人 对啦 对不对 你不要觉得帅哥一定怎么样 或一定不怎么样 不要想太多 对 那有时候这个外形不是很出色的人 他内在也许非常的亮眼 帅风了 对不对 最重要是灵魂能够交流 讲人话 很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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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我们先把这个观念 告诉26位美丽的女生 请出场 欢迎 世界上各个角落的精英分子 大家看我们最少的王子来了 他在江湖上的外号 江湖人称桃园成一庆 精挑细选过后的王子品质 女孩们觉得 这个实在是太合我的心了 今晚艾成的降临 让奇迹不断发生 这是我们节目的好日子啊 这真的很难得 由今天就订做王子纪念日 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要现场惊呼连连 一秒都不要错过 今晚王子的约会 Take me out 欢迎 各位好 来 我们来看看王子的介绍 大家好 我是郑凯翔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 面对一群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来 一个妈豆浆 请你喝 我是传统市场的销售员 每一位客人对我来说 都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所以我觉得让他们开心 就是我的责任和成就感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左边右边就是看这边 最真诚的王子在这边 等着你 这个很有意思耶 厉害 它虽然说它是传统市场的销售员 可是它好像是在那种 大卖场还是百货公司的感觉 对啊 好不一样 有心就有结合 问问看 来 我们欢迎王子出场 欢迎 我要给你 我要给你爱的力量 你就会闪闪发光 我要给你 我要给你新的力量 欢迎王子出场 欢迎欢迎 非常地诚恳地握手 对 这个刚刚看到你的介绍 可是那个工作内容 比较像在百货公司 大卖场 那个状态对不对 还是真的在传统市场 它是真的在传统市场 就是说把产品介绍 有新叫结合的感觉 对 以前传统市场 有没有这样子的拍卖行为 其实都是有 都是有 有啦 那什么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可是那卖的东西好像不太一样 你卖什么 我现在目前是豆浆鸡 磨豆浆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不同时间 不同阶段 卖的东西不一样 对 那你卖过最难卖的是什么 就炒菜锅吧 炒菜锅很难卖 为什么 不是大家都要用吗 大家都要用 没错 就是因为大家都要用 可是妈妈的比较也会比较多 然后你的 挑剔对不对 你的流程 你的讲法没有讲得很好 其实就 这不好嘛 我家里那个已经很厉害了 我只要买你这个 最好卖的 就把它卖出去嘛 还是你推销一下哈琳哥 推销 我不好卖 对 他有点难卖 很难卖 可是也没有东西啊 也是要有东西 我不是个东西吗 可是你说我说 也要有产品 他就说我是产品的意思 你要推销他 对啦 今天他自己就是产品 对啦 他推销自己 要怎么样推销出去 来 来 请王子自我介绍一下 推销一下 好 大家好 我叫曾凯翔 今年25岁 我是狮子座A型 我的身高是182公分 体重是75公斤 我在这里跟各位公主分享两个优点 好 我第一个优点是幽默风趣 我可以在生活上一些方面 一些小细节可能会逗你开心 然后第二个是 我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不要想说我是一个这么活泼好动 其实我可以很当你的垃圾桶 来听你分享一些工作上 或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然后好 大家公主听好咯 前面都不算咯 重点在这里咯 开始咯 这一场最爽的王子来咯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谢谢 你刚刚讲那一句的时候 他一定想把我的台词抢去 讲死了 没有 不是 因为他刚刚BCA也有讲 走公司的伯伯 所以这句话已经出现了三次了 好 来 给我你的小卡片 好 我给你讲 就把它当成 蔡市长的伯伯妈妈就好啦 好吧 蔡市长都是一些妈妈 三次两次 对 没有那么年轻的 你就想说他们是年轻又漂亮的妈妈 那她来干嘛 我来看一下 今天新朋友很多来认识 一下认不出来 找不到 OK 好 找到了没 请问一下 为什么是这位女孩 因为我觉得她的笑容很亲切 很大方 还蛮喜欢的 亲切大方 好的 那就要问问看各位女生 对于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请选择 还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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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立了败 你看 有没有比较有信心一点 还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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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保持这个状态 后面要两个阶段 对对对 保持这个有一点点紧张 对 可是又不要太紧张的状况 会表现得比较正常一点 好 来 有四位 小凤 他工作的地方是你的地盘 对啊 完全被你控制 一把掌握得多好 可是时间刚好相反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晚上的 他是早上的 对 好吧 什么意思 你们卖衣服的只有 我是夜间的 然后他是日间的 他们一个是阳间 一个是阴间的 这样形容法 太快了 所以观众看不到他对不对 对 看得到 所以说明的人才看得到 对哦 你是卖给那个卖菜啊 这个卖菜的妈妈 妈去菜市场 好 时间上的确是会有点 不会啊 你工作完刚好可以接他的班啊 然后他就一起再继续做 他就会做得很累 对 然后两个人一起共赴 共赴什么啊 共赴爱河啊 好会钱 罗罗 罗罗一下怎么一毛不毛 他感觉这是一种功夫 不是 因为他会害羞啦 好 我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害羞 王子你好 我是罗罗 因为我觉得 能在菜市场应付那些 婆婆妈妈们 基本上我觉得他口才跟调理 一定会很棒 而且一定很得妈妈的缘 当然 所以就觉得这男生还不错 有长辈缘的啦 对不对 待会就给妈妈看一下这样 好 来 还有呢 凯蒂 王子你好 我是凯蒂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身高 我很喜欢这身高 对 然后而且又很幽默 每天都可以被动很开心 真的 很好 王子你好 我是丽雅 你好 我本身还蛮喜欢 游莫风趣的男生 因为我觉得如果可以 逗我笑的话 算是很加分的 丽雅本身也是一个 蛮游莫风趣的女生 对 来 赶快拿出你的看家本领 我喜欢像就是周星驰那一类 你配一段给我们看 来来来 你就演一画鞍 画鞍 所以画鞍那一段 画鞍就不知道怎么办 好 就是来一小段就好 哇塞 他想 他很兴奋 你让我准备了这么多年 来 小的本住在山中的河边 家中有乌又有天 谁知那堂伯虎 蛮恨不讲理 占我大乌夺我天 好 就差不多 不可以 不可以 好 没关系 等一下 还有第二段 好 第二段 真的讲到高潮突然停住了 掉胃口 我觉得这一集 每个破口都是他这个东西 对 他都直接进入 除了画鞍 你还可以准备其他的人 好不好 来 陈颖 王晴你好 我是陈颖 你的外型很 就是阳光我很喜欢 然后你说你在市场就是在卖东西 我之前在市场叫卖过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交流一下 你卖什么方向的东西 我们家那时候是在卖丸子的 丸子 肉丸 就是贡丸 贡丸 贡丸 我超喜欢那种手工贡丸的 好好吃喔 而且自己家做叫家 特别有镜儿 对不对 好 各位 如果没有意见了 我们来看看 王子的生活 席卷菜市场的小旋风 用它强而有魅力的生活兴趣 很早现场女孩的心 我找不到 命中的理由 女孩为之疯狂的生活 下段告诉你